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也遇过类似的事情 那天早上一大早八点 我到了奥多摩地区爬山 到了停车场 只看到了一辆车 看来有人比我早来登山 在这种晴朗的早晨 我一边感受着舒适的空气 一边向着山顶前进 通往那座山的山顶 只有一个登山口和道路 那是一条狭窄的登山道路 当我爬到大概三分之二的高度时 我和两位下山的女性擦身而过 一个是穿着绿色的外套 短头发 长相很可爱的女性 所以印象深刻 而另一个则是长发 穿着蓝色外套的女生 我和他们打了招呼 说了一声早安 他们也和我打了招呼后 我们就继续各走各的路 我当时心想 在这个时候下山 他们应该很早就来了吧 两个女生自己来爬山真厉害 估计他们 也是很爱大自然的人吧 就这样 我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向山顶走去 终于我到达了山顶 山顶上 一个人都没有 我在山顶上 吃了老婆为我准备的三明治 然后欣赏了一会风景 大约在山顶停留了二十分钟后 身心以及肚子 得到满足就下山了 当时我心情愉悦地 离开了山顶 然后一边哼着歌 一边下山 大约走了十五分钟 我看见有人迎面往上走来 是刚才上山时 遇到的那位绿色外套的短发女生 我心想 这女孩子也太厉害了 她下山后 又爬上来了 她的体力又够好 我一边这么想 一边和她打招呼 但这次她并没有理会我 只是低着头 默默地和我擦身而过 往上爬 后来过了三十分钟左右 我终于下到了登山口 走到了停车场时 顿时间的景象 让我有点傻住了 因为我看到那位 穿着绿色外套的女生 她和她的朋友 站在停车场的自动贩卖机前 喝着饮料聊天 刚刚 明明就在我下山时 遇到她往山上走 怎么一瞬间 就在山下的停车场了 于是我走过去 和她们打招呼 她们也热情地回应我 我们三个人稍微聊了一下 从她们口中得知 她们是大学生 有空就会经常一起到处爬山 于是我开口 问了那位短发的女生说 你刚刚还要再爬上去吗 她似乎对这个问题 有点疑惑 她看了一下她的朋友 然后微笑地告诉我说 她们下来后 就一直在停车场休息 我接着问她们 那刚刚你们有看到 其他人 从登山口上山吗 她们告诉我说没有 只看到我下来而已 听到她们的说法后 我的冷汗流了下来 后来那两位女大学生 和我打了招呼后 她们就开车离开了 这时停车场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盯着不远处的登山口 突然一阵冷冷的风吹来 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害怕了起来 快步地走向自己的车 然后开车回去了 至今我还是不清楚 那时和我擦身而过 往山上走去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记得好几十年前 大学时期 我加入了登山社 当初只是为了健身 才加入的 后来几次的登山经验 也让我逐渐喜欢上登山的体验 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不过出了社会后 我也不再登山了 一直到了三年前 我申请退休后 才又开始登山 而那年也发生了一件 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件事情 要从秦山前辈的故事说起 秦山前辈 是带我入登山社的人 他是我这辈子 遇过最善良的人 不过他已经过世了 在大学时期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登一座山 晚上我们两个人 在帐篷聊天时 他告诉我 他遇到的事情 有一年 他到某个山中的小屋打工 小屋的主人 是一个中年大叔 叫做泽田先生 同时秦和他一起打工的 还有另外两名不同学校的大学生 刚开始的前几天 为了让他们熟悉路线 避免他们迷路 所以 泽田先生 带领他们去熟悉山路 他们长走的路线 是从小屋出发 然后下到一个地方后 转进一个缓和的地区 那是一片 开阔的草地 那地方也是他们中途 短暂休息的一个地区 之后通过那片草原 进入森林里 再从登山步到下山 前三天熟悉了山中的路线后 第四天 泽田先生 带着他们搬运补给品上山 在回小屋的路上 他们背着沉重的货物 气喘吁吁地往山上走 到达了空旷的草地后 他们几个就在草原上的木道休息 在他们休息到一半时 大家都注意到了 有一个人影 出现在木道的远处 慢慢地在向他们走来 不过因为上山和下山的两条木道 是相互平行的 他们也不会妨碍到那个人的通行 因此就没太在意 但是 那个人影走近到 可以让他们看清楚 那个人的穿着和身材时 泽田先生突然压低声量 告诉他们所有人说 等一下 经过那个人身旁时 不管对方说什么话 都别回应 也别去看他的脸 走过那个人身旁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千万不要回头去看 记住了 保持冷静 无视他 那时候前辈 对于这种突然的警告 表示不解 本来他想问清楚 但泽田先生 要他先别问 照做就对了 大家也都记住 泽田先生的警告 于是就起身 继续往小屋前进 当他们越来越靠近那人时 前辈他注意到 那个人的诡异之处 那个人 在炎热的夏天里 穿着老旧款式的 冬季登山服装 头上戴着毛毛 整个人包得紧紧的 这一看就很不正常 在经过那个人身旁时 他还是忍不住 斜眼瞄了一下 那个男人 他看到那个人的脸色 几乎是死白 甚至接近发蓝的状态 他感觉到一股恐惧的寒意 像电流一般 从他背脊上通过 之后 那天晚上 他们在小屋 聊起这件事情 泽田先生 跟他们讲述了 十多年前的一场 冬季山难 当时 有五个人在上山途中 遭遇到暴风雪 然后就失踪了 后来搜救队 找到了四具尸体 分散在不同的地点 死因是冻死 不过 有一个人的尸体 始终都找不到 那个人 就像被这座山 给吞了一样 至今都还下落不明 而自从那次的 山难发生后 就常常有登山客 看到那个 没被找到的人 出现在那片 草原的木道上 在听了 泽田先生说的故事后 他才了解到 下午他们遇到的 就是那个 没被找到的人 前辈当时告诉我说 虽然他其实 很害怕那种东西 但是他真的很喜欢 那座山 所以就继续在 那个小屋打工 之后也没再遇过 那个失踪的家伙 这就是我大学时 秦山前辈 告诉我的故事 后来我从大学 毕业后 和前辈 还保持着联络 他也一直持续地 维持着登山的爱好 一直到了某年的冬天 我收到大学 登山社的朋友 传来消息告诉我说 秦山前辈 失踪在那座山上 已经放弃搜救了 判定死在山上了 我当时接到消息 很惊讶 也很悲伤 没想到前辈 会在那座 他很喜欢的山里 失踪了 因为对于 前辈失踪的事情 一直很在意 所以三年前 我从公司退休后 又重新开始登山 那年秋天 我也去登了 前辈遇难的那座山 那是我计划 去前辈以前 打工的小屋看看 那天 我和朋友两个人 顺利到达了小屋 小屋已经由 则田老先生的 儿子继承了 则田先生的儿子 热情地招呼我们 并且跟我们聊起了 关于这座山的去世 而我也跟他提起 前辈失踪在山上的事情 以及以前前辈 告诉我的恐怖遭遇 他说他以前 曾听他父亲说过 虽然他不相信 这种超自然的事 但在去年 他也遇到了 那是在四年前的冬季 有大学生 在山上迷路了 救援队和他联络后 他加入了搜索 他一个人 从小屋出发 在他抵达草原的 木道上时 遇到了两人一组的 登山客 他叫住了那两个人 他告诉那两个人 有大学生遇难 问他们 有没有看到 那两个人 完全没有理会他 就往山上的方向 走去了 起初 他没有意识到异样 一直到和那两个人 分开一段时间后 他才想起 刚才那两个人 总是低着头 而且其中的一个人 还穿着老旧的登山服 脸色死白的样子 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 因为和那种东西交流了 不知道会不会被带走 不过后来 都没发生什么怪事 而他和搜救人员 也在草原附近的树林里 找到了那几个大学生 听完他的经历后 我和朋友 觉得很不可思议 后来我和泽田先生 又稍微聊了一会 然后就去休息了 隔天我和朋友 享受了早餐后 就下山回家了 而在那一年的冬天 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某天下午 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 他听山友说 泽田先生在那座山上 失踪两个礼拜了 听到消息后的我震惊无比 因为几个月前 我才和他在山上愉快地聊天 没想到 现在却失踪在那座山里了 听说泽田失踪那天 是为了赶回家中 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冒着恶劣的天气下山 结果他的家人 发现他都没回来 也联络不到人 于是就报警开始搜救 不过至今杳无音信 搜救人员认为 泽田可能是在风雪中 迷失了方向 然后就遇难了 当时听完这些消息后 我内心不安地想起 以前秦山前辈他们 是遇到一个失踪的登山者 在秦山前辈失踪后 泽田遇到的是两个登山者 现在泽田也失踪了 我想该不会泽田 现在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了吧 这是在平日 我单独一个人爬山时发生的事 我很喜欢独自一人 在安静的山中行走 所以平时会选择 比较冷门的路线 这样就不会遇到其他人 那时候我选择走在一个 冷门的登山道路 通常也只有林业人员 会走那条路 那天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 我完成了登顶 接着就从原路下山了 因为从早上八点左右 就开始登山 所以感到有些疲劳 当时我一边快步走着 一边想着 真想快点下山休息 喝点啤酒 那是我在安静的山区行走时 原本只听到了风声 和野鸟的鸣叫声 突然 我听到有声音 从登山道一旁的地方传来 那声音就像是学校 或是公司内部的广播一样 先是响起一阵的铃声 之后是人的声音 和广播的内容 但是内容很模糊 我只能判断 是几个成年男性的说话声 一开始我用着疲惫的脑袋 模糊地想着 这附近也有林业公司的事务所吧 说不定顺着有声音的方向走 也许就能跟着林业人员 抄进路提早下山了 就这样 我被这种诱惑驱使了 于是我拿出地图看了看 但是诡异的是 无论怎么看 声音传来的方向 地图中显示的是一片无尽的森林 既没有道路 也没有可供人类居住的地方 难道 是我听错了吗 正当我在这样思考的时候 声音又出现了 这次听到的 是像举行庙会一样的喧闹声 我有点纳闷 平日里怎么会有人 在深山里举办庙会 但是我听得很清楚 那就是人群吵吵嚷嚷的声音 奇怪的是 平常很冷静的我 又再一次地被那些声音给诱惑了 不知为何 当时产生了一种想要离开登山道 往森林里走去的想法 那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 比起预定的路线下山 往那边走 好像比较好吧 感觉那边人很多 走那边 应该很快就能到车站了 虽然这种推论 毫无根据 但是当时的我 就是有了这样莫名其妙的想法 于是我停下脚步 然后屏住了呼吸 仔细听了那声音 这时我才发现 那些人群的吵杂声 是一种单调重复的噪音 那声音听起来明明是庙会中 有很多人的感觉 但却是像录音机里 放出来的声音一样 不断循环着同样的吵杂声 我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分析了一下 首先 今天是一个风很强的日子 然后我沿着山脊的路在行走 所以可以很清楚地 听到远处的声音 再来是远方的树林和草丛 在强风中摇摆的声音 听起来会像是人声 接着是我一直想要 快点下山的欲望 这种欲望 使我误判那种声音 是人群的声音 我理性地分析这些因素 而产生了以上的结论 不过 我不是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 而且在这种阳光明媚的白天 我还会不断地出现幻听 或是说听错的情况 我想到 如果当时是迷路 而被逼到走投无路 很可能我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也许我会认为 既然能听到那么清楚的人群声 那就往人多的方向走吧 因为不管怎么听 都能清楚地听到 那就是人的声音 然后就很有可能 在无人的森林中 虽然我是一个不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 但是当时的经历 让我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后来我也就不理会那些声音 遵循着原有的计划安全下山了 之后在某次 我和常去登山的前辈 谈论起这件事情 前辈告诉我说 他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那是他第一次 去爬神奈川的丹泽山地所遇到的 那次爬山 他也是第一次使用 登山用的电子导航 那天他在登山时 他听到从上方目的地的方向 传来了许多孩子玩耍的声音 他感觉那声音 是在几十公尺之外 因为那是一座海拔比较低的山 所以 他想着山顶上 可能有广场和游乐设施 有人带着孩子到那里玩耍 不过那是他第一次爬那座山 也是第一次使用电子导航 所以地图上的距离 完全摸不着头绪 他看着电子导航的地图 感觉终点就在不远处了 因此 他也就加快了脚步 可是他走了很久 始终没有到达山顶的目的地 正当他觉得 怎么走了那么久时 孩子们的嬉闹声也就消失了 后来他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顶 他看到山顶的情况后 有点吃惊 因为那里 是比想象中还要狭窄的地方 那时候 只有一对老夫妇在那边休息吃着饭团 那个地方没有他想象中的广场 也没有所谓玩耍的孩子们 后来他思考着 好险那些声音传来的方向 是和他目的地同方向 所以才没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他也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给打到了 因为如果声音传来的方向是错误的 很可能就会迷路 遭遇山难 他告诉我说 他称这种情况为声音的海誓蜃楼 那不是幻听 而是物理上的声音 声源本身是真实存在的 声音可能是来自遥远的地方 不过声源 不是在自己听到的方向传来的 声音的来源 也许有时间差 也可能有日期的偏差 他认为 那不是感官异常或精神现象 而是一种未知的现象 也许这是删对人类的感知 所造成的异常干扰 老实说 听完他的想法后 不相信超自然现象的我 也真的感觉到有点害怕了 感谢观看